今天鸡哥带我来做一个婚礼 这个是藏族的婚礼 我们四川的藏族婚礼 这个婚礼呢 就在八角雕村 就是鸡哥的木马山 所在的这个村子里的婚礼 哇 好隆重啊 我第一次参加藏族的婚礼 这在新娘新 祝福你们 我要喝个喜酒 这是规矩 喝个两杯酒 喝个两杯 喝个两杯 这个是十几个婚礼 不然大家一个都给了 还要开的 可以没师傅 来来来 你这个要给新娘吧 新娘要喝一二 这个 这个啊 新娘新娘 给你们个婚礼 喝了个黄了 恭喜你们 不好意思啊 谢了啊 要喝要喝啊 要喝啊 要喝啊 快快快一会儿要喝 还要天安了 可以吗 还要喝啥酒 可以了 糊米酒 糊米酒 吃饭了 是吧 可以吧 这个 都是不还 可以了 这会儿要喝 可以吃 放个饭 晚上可以 好好 今天晚上 停了不能哭 没问题 哈哈 喝个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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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走走走 里面去 里面走 里面走 哇 这啤酒好辣 要得吗 要得 这边是厨 厨师吗 厨上的 再往 这边就是代客区 三千万一家 这个拌春宴的厨房 都有些什么菜品 这些猪菜呢大部分都是自己家种的 然后包括这些肉也都是自己家种的 哇这里好多个缸 牛肉哇各种肉类各种菜类鱼好丰盛啊 这边是家种的家种 家种 这个8月15日呢我们这家子也要出饮点 也要欢迎你们出来哈 你去吧 又收到一个勤铁也是婚宴的 这边是我们煮米饭蒸包子 哦 这边是在做馒头蒸包子都是自己做的 然后就称呼是叫白岸丝 哇这儿是真好嘞 哇这儿是真好嘞 哇好漂亮一看就很好吃就是感觉每个村上都会有一群厨子 这是啥子 分几个厨房是吗 这边就是蒸馒头蒸包子蒸菜的地方 我再去看看新郎新娘我觉得他们的服装好漂亮啊 我们所有新冠军的 那个是杀猪严草 鸡严草都来参加 我们的参加都是家人的 真的啊 因为我当时的鸡哥说 当我们这个莫玛山来给我们搞建设 给我们搞定产业 我们的周书记说了就是 就是鸡哥带领的这群来做民宿的 都是咱们一个村的村民 就是我们都不排外的 就是更和谐这样子一个村子里 然后以后就是村子里有什么 喜宴啊和杀猪啊都可以一起参加 可以活动也可以 对有活动 市民大会 市民大会 所以你们有党员的也可以到我们中村里 参加党员大会 他能成分到8的名字 其他方面很可以 这个就叫 这是我们村子得赶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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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来搞分庆 你是那个文化下山 文化下山容易思穿好人的成法 我就在这里坐了一会儿 这个喜酒是一直不停的喝呀 我已经喝了两杯了 现在后面的视频要是拍的不清楚 那就是真有点麻了 非常热闹的一个婚宴就在村里 这里就是在记录水里的步子 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个工具 这个是烧开水的 而且还是自己做的 自己家做的 下面就是火 然后上面这个桶就是烧开水的 这边还有一个水龙头 开水正烧着嘛 你看他们的猪都是养在下面的 就是最下层就是养牲口的地方 你们今天见火丹军了吗 火丹军了 我可以全部到边桥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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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出来 三戎小边 拿下来 我这儿 吃 走生杯子 大家赶下鸡杯 万事如严 找青帝 大家赶下鸡杯 酒席到最后 我看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 我默默掏出了 我提前准备好的塑料袋 毕竟家里还有两只 嗷嗷待哺的狗仔 吃剩的菜不打包走 那可太浪费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在笑我呢 瞬间有点尴尬了 我又默默地收起了我的塑料袋 酒席已经吃完了 哇 这边拌酒席 好奢侈啊 一共有20多道菜 根本吃不完 等到晚上的时候呢 还有篝火 就是晚会的那种跳舞 跳锅庄 我们现在还要去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提前撤退了